开启新档案与存档 当我们进行编辑文章之后 你可以选择档案新增文字文件 这样可以开启另外一个新增的档案 那你编辑完的档案 可以选择档案选择储存 它会问你要储存在哪里 我这是测试的文件 存档的格式是ODT 那这边还有其他档案格式可以相存 我们主要以ODT为主 那如果你要跟其他应用软体相容 你可以选择不同的档案格式 按储存 当你储存之后 我们的标题列就会显示你的名称 档案的名称 那我们已经开启了两个Writer 所以我们关闭一个之后 我们看到前面一个Write 存档你可以选择这一个 如果像这个还没存档 所以我们选存档 它会跳出要你输入档面 如果我已经存档了 你再按它就只有闪一下 它会直接帮你用使用覆盖的方式 把这个档面覆盖掉 更新掉 那如果你要存不同的档案 那如果你要存不同的档案 档名可以选择档案 另存新档 这样你就可以选择 我要存的是不同的档案 档名 这样你就会拥有 这样你就会拥有 不同的 Test Test 2 Test 3 不同的档案 承担 2 2 4 5 6